好那么在下期面看19 脊柱的损伤 脊柱的损伤呢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 在学员如果抽到这个题呢 很多是可以拿到满分的20分的 因为这个操作 它只要掌握到它这个平的这样 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 基本上是不容易丢分的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细节呢 老师跟同学们稍微交代一下 先看准备的器材 要有一个单价对吧 要有紧脱 如果它是颈椎也受到损伤了 那么可能要用到紧脱 如果没有紧脱的话 棉垫呀 在现场急救的时候 那些衣服呀 都可以在颈部的两侧 作为一个固定 对吧 那么它是除了搬运以外 除了搬运以外 还要让你固定是吧 要注意要用四个固定带 进行一个固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题目 患者男性45岁 从高处跌落 已有脊柱损伤 这个时候呢 不是你一个人操作了啊 这是一个集体的力量 对吧 要组织人员 组织几个人员呢 一般是三个或者四个 如果有颈椎的损伤 我们还有一个人 专门要去拖这个颈椎 所以是三个或者四个人 组织这些人员呢 进行两个操作 搬运以及固定的操作 那么我们考试的时候怎么考呢 有一些时候呢 可能那个考官来配合你 你作为一个组织者来 来要求我们的这几个考官 配合你来搬运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 我们在考场中 同样抽到了这个题目的三个同学 或者四个同学 你这三个同学四个同学 作为一组来进行一样 这样的一个考核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脊椎搬运呢 它就是一个字 其实考点就一个字 就是要平 整个躯干呢 是要平抬 同时用力平抬平放 整个要保持这个躯干 是一个平的 这就是这个 这个操作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躯干不能弯曲 它一定是平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呢 其中最重要的人可能就是这个人 它是一个组织者 它的主要作用呢 如果有颈椎损伤 它是要牵拉着这个头的 像躯干这个 沿着躯干纵轴这个方向 把颈椎呢 进行一个牵拉 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牵拉 同时发号示令 一二三 然后剩下的三个人 跟它同时搬 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中间这个人 也是比较重要的 它是一定要把中间中部 这个地方拖起来的 那么这个躯干才能是平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人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是我们一顺教育的学员呢 考试的时候抽到了这个题目 你对别的同学不太了解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你尽量选择这两个位置 这样子呢 你可以保证 因为你对这个操作是很熟悉的 它的要点你也很熟悉 你尽量保证 你们四个人一块通过 如果你中间这个人呢 他对这个操作不熟悉的话 他可能一下塌下来了 这个弯曲了 或者是他没有指挥好 没有命令好的话 那么这个操作失败了 可能你们四个人都是要扣分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啊 站入这几个关键的位置 保证这个操作的顺利进行 所以说呢 这个现场的时候 你要根据现场考试的情况呢 稍微灵活运用一下 你可以跟同学跟你旁边的考生呢 做一下交流 让保证这个操作呢 四个人或三个人配合的同时完成 这样子呢 你们几个人呢 才能都能把这个分数拿到 这个不是孤军奋战啊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准备工作 这个地方老师特别强调一下 还有两句话要说啊 这个两句话是要让你提前说出来的 就是因为它是个现场急救 你在现场这个环境 你先要评估一下你这个现场环境安全不安全 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全的环境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抢救了 对吧 那这句话你要说出来 评估一下现场的环境 要快速的检查一下患者的生命体征 呼吸啊 心率啊 脉搏啊 意识啊 是不是平稳的 如果大概是平稳的 我们就可以向我们的患者 或者患者的家属呢 报告 介绍一下我们要搬运了 我们要操作了 跟他再解释一下 然后缓解病人的一个紧张情绪 是吧 要告知他一下 那么搬运的是用一个特殊的担架 是硬质担架 如果你在现场没有担架 门板呀 木板呀 也可以用硬质的这些板呢 也可以进行一个搬架 绝对不能用像床单呀 这样的比较软的东西 你一抬 它那个腰就下去了 那么加重了二次损伤是吧 那么一定要注意是一个硬质的担架 来进行搬运 好 那么我们来看搬运和固定的过程 首先呢 这个病人 患者呢 他是躺到那里的 你要先把他的四 哎 双下肢放平 然后把他手放到腹前 这样子呢 他这个体位呢 是比较好的 方便于你进行一个搬运 对吧 先把上肢和下肢摆放好了 如果有颈椎损伤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刚才说了 有一个人在他的对头顶这一侧呢 把他拖着他的头部 沿纵轴向上躯干的纵轴 向上轻轻牵拉 让这个颈椎呢 保持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避免他的一个二次损伤是吧 那么同时 然后你就翻号适令了 一二三 同时开始搬 剩下的三个人 一个人搬头 一个人搬躯干 一个人搬这个下肢 三个人同时用力 同时抬起 同时拖住 同时放下啊 一定要讲这个同时 同时抬起 同时用力 同时抬起 同时平拖 同时放下 在整个的搬运过程中 必须保证 伤者成为一个平直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操作 最重要的点 就在这个地方 一定是平的 对吧 切记什么 区区或者背搂啊 抱啊这样的 一旦出现这样的动作 一个操作就是零分了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稍微注意 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个地方 除了搬运 他还有个要求 还要让你固定一下 是吧 那么固定四个平面 四个平面呢 我们要分开记 是很好记的 我们上肢两个 下肢两个 上臂水平一个 前臂水平一个 大腿水平一个 小腿水平一个 你就这样记 四肢上面两个 下面两个 前臂 上臂 前臂 大腿 小腿 四个平面 进行一个固定 在那个单架旁边呢 一般都会有 那个固定的牵引带 你把它进行一次 四个水平的固定 固定完了以后 用紧托 我们刚才说 如果有紧托的话 用紧托固定 如果没有的话 两侧 垫上一些衣物啊 沙带啊 在颈部的两侧 进行一个固定 所以呢 这个搬运和固定 两个操作呢 就完成了 这个操作是很容易得分的 很多同学 抽到这个呢 是非常幸运的 但是呢 一些细节的点呢 老师刚才已经反复强调了 我们把它把握住呢 争取呢 我们都能是过关的 这个绝对是要高分过关的一个项目了 好 稍微再看一下后面的注意事项 我们刚才说了 一定要口述 口述 评估现场环境安全 检查患者生命体征 生命体征平稳 然后呢 进行一个向患者解释 交代 然后进行交流之后呢 用硬直单架进行搬运 搬运的过程中 一定是平直的 一定是平直的 再次强调了 那么我们在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 在搬运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 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的病情的变化 因为它这个脊柱的损伤 还是比较严重的 对吧 那么在整个的搬运过程中呢 再关注一下 它的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 评估现场环境 检查患者主要生命体征 造成患者搬运固定的目的 并取得患者的配合 使伤者两下肢伸直 两手相握放在身前 考生发奥施令 1 2 3 抬 考生发奥施令 1 2 3 放 伤者乘以整体平直放置 单架上 在颈部两侧固定头颈部 将患者固定在单架上 胸上臂水平 腰前臂水平 大腿水平 小腿水平 操作结束后 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